创业最重要 我先要问你哦 创业最重要最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首要条件 你自己觉得是什么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Job Majestic 打工皇帝的这个频道 今天呢 非常开心请到我的老朋友Steward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的话题就是 创业好还是打工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Steward 创富天下 这个话题感觉上是 永远都讨论不完的一个话题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想知道啦 你的自己的意见呢 打工真的有这么不好吗 有有这么不好 打工不会不好啊 嗯 我们都是打工开始的 是 这样 其实创业跟打工的话 嗯 打工是一个学习过程 真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讲大学毕业出来 你什么都不会 你什么都没准备好 嗯 当然我们是学习了 一些不同的 theory 可是你还没有practice 然后 你必须要有一个打工的一个 过渡期了 嗯 去学习 然后再来看你到底 适不适合创业 嗯 其实很多人我觉得对创业 就是觉得 创业家 Enderfree呢 好像是一个很美的头衔这样 很注重这个头衔 其实每一个 我们讲每一个不同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一批的新的创业家 可能在我二十几岁就是十多年前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创业 都说他当老板 那他当什么呢 他开一间电话店 然后卖电话 卖手机 那 你开一间手机店 你不需要很高的学历 然后你只需要把手机买进来然后卖出去 然后你就赚钱了 这个就是一个老板 那他的门槛就感觉到很低 嗯 所以 就是你说 呃 门槛低 对 是蛮低的 嗯 Depends on 你进什么行业 你在哪一个行业创业 嗯 可是 门槛高 嗯 也是很高 所以 每一个人创业的成功的那个态度 跟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对你来讲啊 你怎么定义创业这一件事情呢 就是创业的人啊 需要有什么正确的思维 我们应该这样讲吧 老板其实是蛮辛苦的行业 你创业的时候 其实 所有的东西都是 付完了员工的钱 付完了所有的expenses 剩下的 才是老板有机会赚的 那个还是要回去公司的 所以老板其实有六七个月是 挣不了钱 嗯 这样我我我为什么我会创业 我觉得 我帮人打工的话 我我的收入的水平线是 在那里 sagnant 对对对对 就可能我的要求 我觉得 我想赚更多 嗯 可是我想赚更多的时候 不一定是在我行业里面 可以去赚钱的 对 那我想做一些就是 autorun 可以自己跑的生意 OK 可是那个不简单 因为 前面那二十分工作 教会了我 现在的生意模式 嗯 所以你说 难不难 还是简不简单 其实 depends on 每个人处事的态度 或者做这个 搭工的生意 啊 手法 或者他 生意的手法 那你觉得 像你讲的 取决于这个态度啦 其实 嗯 很多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觉得这一种像是一种借口 他们可能是还没有 但是觉得哎呀 我真的不想再做下去 就自己出来创业吧 你觉得这样子的 心态的人啊 你会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很多是这样吧 你看啊 很多人说 哎 中文你要创业 我要财务自由 我要 我要几点心 就几点心 我要时间自由 然后我要没有这样大的压力 可是 现实是这样嘛 很简单的就是你说 时间自由 其实根本不自由 你已经 把你的生活 跟你的工作 融入在一起 就是你其实24小时都在 工作 嗯 或者24小时都在 呃 忙着你的生意 我们可以说9点5点 没有在办公室 嗯 可是其实我们都在解决 不同的 呃 问题嘛 那 真正来讲 你说时间其实 你没什么时间自由啦 那 是看你怎样去安排你的时间 它会比你 打工的9到5 还要多 更加的长 因为你面对到 你这个月挣不挣钱 你这个月有没有钱啊 付薪水 给租金 就我是说 创业刚刚开始的时候 对 因为很多人开始创业的时候 都不是拿着一大笔钱 来开始的 肯定 或者是从零开始的 那他面对的压力其实蛮多的 嗯 就 就 就算我们走到现在 我们有 其实我们面对的不是400个员工 而是400个家庭 对 所以有时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或者一个疫情 我们都会面对很大的 压力 因为你不是对自己交代 是 而是对 整个公司 是的 里面的所有员工做交代 其实这个压力 其实 你说压力啊 自由啊 当你创业的时候基本上 你牺牲了更多的东西 可不可以这样子说 创业其实没有大部分人 看起来的美好 其实你无论是打工也好 或者你创业也好 都是自己安排的 对 所以有时候看一下他到底的 priority 是什么 对对对 看他要不要做而已 而不是说有没有这个时间 所以 打工的态度跟打工的思维 就是 你很难转过去当一个 创业的人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的 对吧 对对对 这个是事实的 所以你觉得有哪些人 是不适合创业的 怎样的思维 你经过不少啊 你说 我想不要有压力 打工我不想有打工压力 而我想创业 因为创业之后 我可以自己说了算 我可以自己什么 或者你说 适不适合去打工 比较起来打工就容易简单的多了 嗯嗯嗯 所以你觉得创业的人是必须要具备360度 Multi-task 对对对对对 那种人才适合真正的创业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创业家的精神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 那你自己觉得啦 创业最重要 我想问你哦 创业最重要最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首要条件啊 你自己觉得是什么 牺牲 你必须要懂得牺牲 嗯 其实 什么都要牺牲 和家人的时间 你的时间 你的钱 或者你对你所有不同的看法 就有些时候 很多东西 你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可是你能牺牲这些东西 你会遇到你未来的对手 或者你也会遇到现在的对手 所以其实创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场 你每天都在fighting 所以不容易的 那对你来讲啊 做卫商或者是地产啊 或者是这个保险算是创业吗 其实他们都是 我这样说吧 其实他们都是为自己创造财富 嗯 都是一个在创业的过程 一个创业的方式 嗯 我觉得网脉是 呃 不错的 可是你要一直变 因为internet 互联网 改变了每个产品的show life 也改变了他们的奇异性 就说以前可能一个产品出来 再发展 再到好卖 再到消 到消失 这个这个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个三年到五年 可是很多时候现在internet的 那个快速 你会把一个产品是 一下子就经历了那个阶段 那那那那我们这样说吧 就你卖电子产品 MP3还没卖完你就MP4 MP4还没卖完就MP5 MP9 这些东西就一致一致出来了 嗯 你看啊我们这样说吧 手表 MP3 相机 GPS 他们面对除了是自己同行的竞争 嗯 外面来的竞争就是手机 是 那你你一个手机所有的东西都有 嗯嗯 你你怎样跟他们争取呢 对 所以你每一样东西你产品也好 什么也好你就要 向更精致的地方去 要改变很快 嗯嗯 你不变的话就是被淘汰 真的 大部分的人创业会失败 你会你会对这些创业失败的人 呃重返职场有什么看法吗 或者你这样说吧 你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你用的东西 或者花的东西 或者跟你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 打工的人也是要进步 你创业的人也是要进步 今天你创业失败 你去打工那时候 你是可以当是一个过渡期 嗯 或者是你一个重新的开始 嗯 或者你是在学习 相当好 所以 depend on 你你要的东西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 呃 今天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以打工的心态当老板 嗯 然后如果今天也是员工的话 以当老板的心态去打工 我觉得这句话是相当的 很好 我自己本身也是觉得 如果是打工的话 有打工的好 创业有创业的好 也今天谢谢我们的stirord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他的打工 创业的一些见解 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也欢迎你们在下方这边留言 好的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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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